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06年到今年将近12年 期间过程中常常是日理继业 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 所以这一本新书出来我感受很深 尤其里面有几点突破的 比如急救 急救的一些观念跟实际的操作方法 也有了突破的新的概念 还有在辨音篇里面 把诊疗体系会讲得很清楚 让初学者很快就能进入到原始点的门里面 然后知道哪些重病是不能轻易按推 一定要先外内热源 这些都有规范 所以我建议 不管是初学者 或是已经学了好多年的人 最好 要把这一本新书当作学习的范本 过去的视频资料可以不用看 但这一本 配合这一本演讲的新视频 一定要看 那因为自己感受也很深 所以在这一本书里面 又加了一篇后继 这一篇几乎把我所有的感受 都写在里面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 拿到这一本书的时候 可以再翻看一下 那这一本书也会很快 在我们的官网上公告 让大家来转载 谢谢各位